郑文燦遭到了收押近见 其实他是桃间史上的最大咖 我们来看到他在看守所 也就是今天一大早的第一顿早餐 已经曝光了 如果跟刚刚所告诉过 各位所公布的这个早餐 应该是麦茶 还有一颗水煮蛋 另外就是黑糖馒头 他是在早上的6点45分 就已经吃早餐了 至于在昨天晚上的状况 又是如何呢 其实在这个看守所当中的作息 是非常稳定也很固定的 所方人员透露 在晚间9点钟熄灯之后 郑文燦其实早早就入睡了 他的情绪看起来是蛮平静的 因为也有购买了所谓的助眠三宝 另外也有自行携带了慢性病的药物 好 当然郑文燦涉胎一案 是在三度召开鸡押亭之后 才确定收押境界 好 这过程当中来来回回 外界也看到他的政商实力 像是被周刊爆料说 疑似他提早看到监听英文 所以才会在之后相隔一年 把这个收费的500万给还回去 另外还包含了 有民众党立委指控 郑文燦涉滩的土地开发案 当时是一路上达天厅 府院都有帮忙交办 对此立委叶元支就说 郑文燦其实很年轻就从政了 一路当到了市长 然后做到了行政院副院长 海基会董事长 如果没有这么厉害的话 怎么可能前总统蔡英文 想要找他接班呢 抑郁不发面 无表情走进桃园地院 这是郑文燦涉滩案 第三度开机押亭 但现在不利的消息越来越多 牛许廷讲的就是民众党立委爆料 2017年廖俊松向郑文燦行会后 也向总统府陈勤 时任秘书长吴钊燮就下条子 交代行政院 上面还表示总统致为重视 之后经济部内政部火速办理 被质疑因郑文燦的影响力 府院介入一路打通关 政院秀出先前不少公文 像是自来水无法顺利买管 错过大学真事报名 表示不论何人陈勤 政院都是这样处理 此话一出又有猫腻 新政院的发言人已经证实 过去所有只要来沟通的财团 他们都是用这一种变迁方式 快速通关 原本郑文燦讲说 黑袋子他不知道里面 多少钱没打开 然后不知去向 突然传出他好像知道 监听义文被掌握了 赶快把这500万找出来 又突然出现了这个黑袋子 还给别人 如果传言属实 能够看到监听义文 郑文燦的能力 看来有别于一般人 甚至七年前就已经争办 却两度千劫 这也引发压岸的联想 郑文燦不是一般的人 他没有那么厉害的话 怎么可能 小英也曾经要当他接班总统 改朝换代后 胖周瑜不知能否继续 强乳灰飞烟灭 但从三境地院的场景来看 以善观金谈笑间 已不见 记者林俊峰张良浩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